國內疫情趨緩 而六福萬一酒店 已經室友預告說 從四月十八號開始 要從防疫旅館退廠 來轉回一般的旅館 而儘管酒店董事長 潘思亮言 坦言說 防疫旅館的市場 逐漸不見了 那集團旗下的品牌 還是有提供防疫旅館的服務 未來是否會跟進退廠 要依照市場需求來決定 機場防疫人員 採一對一 逐一嚴格查核 乘客的身份 隨即進行快速的核酸檢測 二十二號上午十點十分 首架韓國航班抵臺 嚴格執行落地採檢 結果機上三十名乘客 就有四人採檢陽性 其於全數送往防疫旅館 進行十天的檢疫與採檢措施 國外的疫情仍相當嚴峻 不過國內疫情趨緩 已有飯店業者認為 防疫旅館已經出現 供過於求 入境人數減少的狀況下 也是會跟台北市所有的防疫旅館 來去做一個價格上的競爭 所以在這樣的條件評估之下 才選擇回歸新機旅館 台北六福萬宜酒店開出第一槍 率先宣布四月十八號起 轉回一般旅館 即日起開始訂房 而另一家低調退廠 則是大直的英迪格酒店 已經開放七月後訂房 至於精華酒店集團旗下的品牌 傑斯旅仍提供防疫旅館服務 至於是否跟進退廠 則強調回歸市場機制 部分的旅館業者選擇觀望 旅館業者表示防疫旅館退廠 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但邊境鬆綁 防毒潛在的境外移入威脅 需要防疫旅館的量能 但未來恐面臨逐漸遞減的情況 目前防疫旅數有四百五十六架 三萬間的房間 使用率是大概四四Percent左右 指揮中心表示目前飯店業者 投入防疫旅館 觀光局會給予每房一千元的補助 不過補助直到今年六月底前 防疫旅館的量能 除了看補助的多寡 也要看供需 入境旅客的多寡 還有國外疫情的變化 都是飯店業是否退廠的 參考指標 記者黃立委 陳昌偉 張國良 詹淑雲 台北桃園 趙寶